这是机器第一个页面的大概几个参数 一个上吊银石 因为这台机如果没有配备上吊银石 这个银石是不用管它的 然后有一个下吊银石 下吊银石是指我机器给它兴发之后 银石多久它才把物料放下来 然后还有一个产量的 就是大概下一包料它会记得产量 可以切连的 然后参数的话 参数里面就上面四个参数是有作用的 下面四个参数这台机是暂时是用不上的 然后第一个是检测时间 检测时间是指这里瓶子进到这个位置之后 这个光电照到瓶子之后多久之后 我这边才进行下一步动作 下降时间是指这一个我几次套瓶子之后 我这一个东西过久之后降下来 然后后放屏银石是指物料下完之后 这个气缸什么时候退出来 银石多久退出来 然后后放屏时间就是这个气缸退出来多久再放回去 然后这个就是根据瓶子小一点就时间短一点就大一点就时间短一点就这样就这四个参数 下面四个参数这台机是用不上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输动带临续跟近线 它的作用是下掉的时候输动带临续的时候输动带是不停的是一直走的 这是有一些比较高的瓶子防止它倒瓶用的 就是这个功能连续跟近线 然后这边呢还有几个一个手动下料 就是比如说钉子趁准备好之后 点一下手动下料 这边就下一包料下来 然后手动下降就是 这个进去可以输个密码 三个二把就是一个密码等级是个二 就是所有参数都可以动 系统都可以动 正常 这个目标重量现在是200克 如果我要换一种重量的话 如果是有设好的话 我们直接换一个就是换到二 二就是五百克的 或者你在这里加 改到二 二就是五百克的 或者三是五十克的 就相当于在这里改这个参数冰炉就好了 我们这里因为已经有设好的的 现在是三的话 这些人就五十克了 好我们先讲手动画面 手动画面呢 这是爆瓶器材 爆瓶器材 你开那里的呀 这是爆瓶器材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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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爆瓶器材 然后这是升降器材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是A器材 这里分开两组 一个是A组 一个是B组 分开两组 然后呢 我们呢 这个是送盖附件 也就是那个带子进来的 带子进来的 带子这个进来的 这叫物件 然后呢 A升降器材 A升降器材在哪里 看到没有 好你开这里 好你开这里 这是我们手中的画面 按一个 动一个 这是旋载A 旋载 这是正转 这是反转 然后呢 A组 B组跟A组是一样的功能 上面写着爆瓶啊 升降器材啊 它A组是怎么做 B组也是怎么做 然后呢 这个呢 是我们手中的分瓶 这个呢 是送盖部件 然后后面 盖子送过来的 布地进去 然后呢 这个是送送带 我们组的是送送带 一开 一按它 收送带就走动了 然后呢 这个是送带去划那边 这个呢 是压盖的 我们压盖压下去 看见呢 那里 那里压盖 然后呢 这是升降 送带升降 那里 然后呢 这个呢 是A 蓝片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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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是B 七法 三法 四 三法 三法 六法 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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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手动画面调剂用的 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用参数 拧力度 拧力度是什么呢 这就是扭力度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旋盖 旋盖扭的紧度 然后呢我们这个A检测时间 A检测时间 也就是这个A检测时间 检测多少时间 然后呢A蓝品延始 也就是我们用多少时间延始它蓝它 然后呢这个A爆品延始 也就是说我们蓝丸屏下来爆多产时间 爆品时间 然后A下降延始 也就是说我们蓝丸屏它都产时间下降 这叫A下降延始 然后呢A抓钙延始 也就是说我们下降下来了 抓钙是多产时间 原始多产时间 但是原始 然后A抓钙反冲 也就是说我们下来停多产时间然后抓钙 然后A反转 我们这里呢有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然后呢这个反转的反冲 也就是说正转转过来 反转端中有个反冲 然后呢这个是正转 因为我们反转不用的 直接用正转的 然后呢这个呢A 上升也是有个抓盘盖 松开上升多长时间 然后呢V的功能是跟A的功能是一样的 这边是什么道理 V的功能也是什么道理 下一页 然后送盖频率 也就是说我们送盖频率快卖 然后上盖爆品丸屏 也就是说我们后面那个上盖 是抓盖 爆过瓶子的多长时间 丸屏多长时间 这里你看上盖原始 然后呢这是上盖出品原始 上完盖我们退回来的 要丸屏多长时间退回来 然后上盖出品时间 也就是说上完盖 我们这里上完盖出了的瓶子多少时间 这就是上盖 然后呢这个呢是分别的 好我们打开呢 一打开擦三垫呢 一打开擦三垫一打开 然后就是这个界面了 然后我们进入界面 这是原品贴标机 这是原品贴标机 这是上面贴标机 如果我们要用原品的话 要插气 要吧 原品的话要插气 然后呢这个呢是进瓶器 然后呢这个呢是进瓶器 我们里头的调速度的 可以调 也就是说整瓶电机速度 要插多少 你要25啊 或者说插30啊 这是进瓶器 然后呢这是绕标图 我们没想绕标呢 后面呢绕标呢 要跟着这个图红色的图走 跟着红色的指标走 就不会绕错了 跟着红色的指标走就会绕标图 我们现在要用双面贴标机 打开双面贴标机 打开双面贴标机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我们手动画面 这是我们手动画面 就是说整瓶电机 它就是单独动一个整瓶电机 然后呢我们传送带 它就单独动一个传送带 它就单独动一个传送带 哇这个呢我们是一剪 那边是一剪 这边呢二剪 这边是二剪 对 然后如果这个呢 你一剪出标一张 它就出了一张啦 这个出来一张 一剪出来一张 如果你要二剪 二剪出来呢 就二剪出来一张啦 然后你如果想这样一剪不开呢 把一剪给关掉 一剪再关 它抽标就抽不了啦 它抽标就抽不了啦 你看一剪 一剪还能够 抽标一张还能够 出动状态下车 它抽不了啦 这一剪要打开 我们设置参数 标缠射电 标缠射电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标 一张标 你比方说这个是110 所以我们标缠最少呢 这个标缠设定呢 要大于这个标缠 这个标的长度 你如果这个标300长度 你要设置400 你如果这个标 只有100多 设置200就够啦 这就是标的长度 然后呢 这个出标的速度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一张出来 它有多快 它就叫出标速度 然后呢 这个呢 锦标位置 也就是说 我们一张标出来 多少长 这叫锦标位置 这里 对 我们这个出来 一张多少长 这个锦标位置 然后呢 抽标延时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关键 看到瓶子 这里出来 延时多少时间 这叫出标设置 然后呢 这是我们一锦的设置 二锦的设置 跟一锦呢 是差不多的 一样的道理的 一锦的功能 跟二锦一样功能的 然后设置完了 我们这里要保存一下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里头的定路图 左定箱打开 就能查到我们这里头的定路图的 这是我们原品贴标机 如果我们 这是三面贴标机 如果我们要用原品贴标机 好 把原品贴标机 这里有个原品贴标机 现在关 把它打开 然后呢 我们就是 单面 另外一面 这里有个柱子 然后用这边 用这边 这个摇进去 把这边这个气氧 也摇进来 然后我们瓶子多长 然后插上去 一出来 这个原品贴标机 原品用原品呢 这个一二三 我们这个呢 挂多少档位 然后呢 这里呢 是我们的设置 这个原品贴标机呢 我们这个呢 只能用到A标 A的这边是不用的 好 你看哦 我们这里用原品 再气氧锦弄一下 现在没插气 动不了 然后呢 我们这里只用这边 这边不用 你看哦 这里有个出标速度 对吧 然后你想用原品贴标机 出标速度用多快 就在这里调了 调这 这这这这几个调一下 就OK了 其他呢 就是出标的速度有多快 标权设定 刚才跟你说过了 标权一定 标权设定一定要大于标 然后还有一个 脉冲速度呢 我看一下啊 还有一个原品气氧时间 OV呢 是线路图 我们所有里头 功率线路图都在这里头 你一查哪个点 到这个地下里头 就能查到哪个功能 控制哪个功能的 这是我们的线路图 红色现在正在印度 它在启动状态 红色 然后呢 这个报检 报检呢 病品器 师傅报检 然后 B师傅报检 如果你在 启动 B师傅报检